《鸡髓》 一旦受损 很多人将从此不良于行 根据统计 台湾有两万三千多名脊髓损伤的患者 而且每年还以一千两百人的速度增加 为了鼓励这群商友走出家门 一群有心人 立志要为商友筹备电动轮椅代步 好给脊髓商友们一个希望 请进 这是我们的办公室 我们办公室很乱 因为刚好有人送物资 我们要送 这物资都要送给会员的 其实我们学会都是靠社会的监政 所以我们自己也学做了很多手工罩 我们现在做了很多手工罩 所以我们这些手工罩都是人家给我们订 我们就马上做 这个也是无心中带给我们学会一点经费的来源 彭仪珠是花莲集损协会的理事长 脊髓损伤通常来自意外 不预期的伤害 往往造成自卑 逃避的心态 因此 协会专门辅导商友 为他们做心理建设 跟学习第二专长 好重新面对人生的挑战 文琪 明天我过去看你 你还在同个病房吗 对 好 那明天早上我们会去看你 我现在要去买蛋 因为我想明天要去看一些朋友 因为我们的会员真的是 循环系统都不好 所以很容易生病 我们有好几位会员在住院 我想买一点蛋 你看煮明天去看看他们的时候 可以送给他们 补一点蛋白质的营养 所以现在我要到市场去 你看现在我自己可以自由来买蛋 像以前我像他们买蛋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这个买蛋的话 我从家里做手动轮椅来的话 你看我两个手推着轮椅 我怎么拿东西 所以就是说有电动轮椅和没有电动轮椅的差别 就是在这里 回家咯 好 回家咯 我回来了 我的先生 我的媳妇 刚才下去是我的孙子 因为朋友交会我煮铁蛋了之后 我都是媳妇帮着我 我就可以他帮我煮蛋 我可以播蛋 做这个铁蛋可以给会员吃 也可以帮助会员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还不错 就想说好 来大家一起来帮忙 就是做爱心 因为他们会员有些也是很辛苦的 而且都不能够熟入 我要这一半 我不要蛋黄的 好 那我蛋黄我吃 你年轻可以吃蛋黄 我不要吃蛋黄 好好 你吃 你吃蛋黄我吃这个 谢谢你帮我这么久 没有 我跟你妈妈也帮 一大早 彭一珠带着物资 以及刚卤好的鸡蛋探望病友 彭一珠脊髓受损超过三十年 因此他很了解商友内心的想法 他的关怀与劝说 往往让商友重新找回平静 每周两次的探访 已经变成彭一珠生活的一部分 长期依赖轮椅的彭一珠 两年前在轮巡取计划帮助下 申购一台电动轮椅 切身感受到电动轮椅 对极损商友的帮助 借此姻缘认识了陈首时 陈首时在2013年 发起轮巡取计划 用募款的方式 帮助东部地区204位 无力购买电动轮椅的商友圆梦 今年他们打算扩大轮巡取活动范围 首度跨入全台各个县市 来一场环岛的募款计划 活动由陈首时代队 以四台电动轮椅滚动前进 两位急损商友 由两名身体健全人员陪同 前倒后卫车护送 每台都具备富康巴士的功能 好让体力不支的商友 随时上车休息 我相信他们也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 所以我们是不是让这三位朋友们 说说他们心里的话 花莲鸡水损商协会的理事长 洪怡珠 洪理事长 长官各位朋友各位委员 上天有看到我们这么的辛苦的 开动轮椅之后 然后派了这么多的天使来帮助我们 真的非常非常地感谢 希望这个环岛还完之后 能让更多更多的那个 肢体残障的朋友们 能真的能自由地行动 这个对我们来说 真的非常的重要的 有爱无爱亚动台湾 有爱无爱亚动台湾 发展人生 发展人生 GoGoGo GoGoGo GoGo GoGo Go 衢 连软 我们等 heavily 中海 给我们 自己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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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旦 我们 传统市场 夜市 观光景点都不放过 哪里热闹就沿街券目 遇到友善的店家与热情的捐款人 每一位伙伴都抱着诚挚的感谢 这次滚动台湾到各县市募款 我真的觉得台湾处处有温情 处处是温情 我们到了非常多的夜市 到了非常多观光景点去办募款活动 其实我们在夜市里面 在观光景点募款 其实对商家做生意是有影响的 但这些商家完全没有排斥我们 还主动的送饮料 送吃食给我们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商家 主动的到我们的捐款箱来捐钱 不但他自己来捐钱 他还吆喝着他们到他们摊位前面 买东西的顾客 主动帮我们介绍我们的活动 然后鼓励这些客人 游客 来为这个轮选二部局捐钱 所以在整个环岛的过程里面 我个人的领受 台湾真是处处是温情 一转眼 轮椅环岛进入第十五天 大家虽然疲惫 但脸上仍旧保持着微笑 因为知道自己身负重任 滚动台湾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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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从高雄市政府的四维行政中心 我们要有四台电动轮椅 有一台是花莲基准商友 另外是身心健全的三个朋友 来陪其 我们一路要滚动到高雄的博尔特区 我们希望借由这一段路程 让高雄市的市民能够知道说 其实脊髓损伤者他们是需要电动轮椅来代步的 另外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一趟滚动的过程 我们来体验一下高雄市对于轮椅使用者滚动在路上的 是不是有这种友善的一个环境 让这些轮椅族它可以安全地滚动在路上 能够真正出门是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我们也想来体验一下这个情况 一路上的奔波 大家明显感受轮椅族在路面上行走的问题 马路上的大小坑洞 都会影响轮椅的舒适与安全 成熟时为了了解各地轮椅族的需求 沿途还会到商友家里去进行家访 我们前年开始我们在宜兰花莲台东 就补助了轮椅使用者 所以我们今天是经过高雄这边 我们就顺便来了解一下 您使用电动轮椅的需要 因为我们昨天知道说 你还没有使用电动轮椅 没有 我没有身体过节 那你觉得有电动轮椅跟没有电动轮椅 对你生活上的差别 有电动轮椅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 对 市场 什么 就是如果有电动轮椅的话 就是我们在动的方面的话 就比较方便 我可以一直拿手一个摇杆 这样我就可以旋转啊 动啊 什么的 你说如果没有要手动的话 你说整个东西都要换在脚上 然后这样推 但是有时候东西都会掉 有时候想到说出去 你就推不远 这样就减少出去的意愿 我相信也有一些 跟我一样的窝在里面的 也是很想出去 我想每一个人 即使他受伤了 他还是要有生命的尊严 跟参与社会的权利 我们希望能够尽我们的能力 帮助所有这些轮椅使用者 不管他是小儿麻痹 不管他是脊椎受伤 他真的买不起电动轮椅 我们就能够去全力地帮助他们 每一个商友都能够自由地出家门 都能够自由行动 沿途马不停蹄地奔波 让大伙更加了解 各地商友的个别状况与需求 因此虽然累 但却收获满满 我们现在发起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针对全国的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还有社福边缘户的所有生障者 我们在做全面的电动轮椅的补助计划 重度 也是重度 你们夫妻两个都是 他基损的话是因为什么原因基损 他从那个电线杆掉下来 工作一万 工作一万 对 他52年次的 52年次 他19岁也摔下来 19岁也摔下来 对啊 所以你们认识的时候已经做完毋了 对啊 张轩你好 你好 我跟你说明一下 我是本东台湾的这个活动的发起人 我姓陈首诗 那今天进行了解之后我想跟你说明 所以你们到时候就可以跟高雄的福记资源中心申请 到时候会请福记资源中心通知你们 OK 好不好 这是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这样 我给我 卢小姐与张先生出入都要通往停车场的电梯 才能直达家门口 一般公寓没有无障碍设施 一个台阶都会影响到他们的行动 对肢体障碍者来说 无障碍空间是多么的渴求 卢小姐期盼先生 可有一台电动轮椅 让她的行动更自由 滚动台湾的伙伴来自四面八方 有退休记者 音响店老板等 虽说是拼凑的杂牌军 但却完成了多场补助计划说明会 今天大家来到屏东府具中心 受到社福团体的热烈欢迎 让他们更有信心 完成这一战的任务 我们是希望对于商友的补助 是一次性的补助计划 我们希望借由解决商友 受伤之后行动受限的困难 所以借由一台轮椅 我们希望帮助商友 从出家门生活自立 参与社会翻转人生 这个对于一般户来讲还没问题 但是对于经济弱势的 低收中低收跟社福辩议户来讲 一下子要他们拿出这笔金额出来 去买电动轮椅 这个是有它的实际上的困难的 成熟时的说明 让现场的商友再次地看到希望 他们需要的是第二次机会 好让他们有走出家门的动力 活动进入尾声 状况不断 路途中碰到公车的B车 被按喇叭的频率更是频繁 可见一位生长者 行在路上的心酸 这一路上 成熟时不断地宣传活动 实践理念 虽然募款没有达到预期 但这不是活动的结束 而是另一个开始 我们一共滚动了21天 11月11号从花莲出发 花莲县政府出发 我们现在回到了花莲的文创园区 现在要办成果记者会 我们的成果滚动是顺利的 但是我们还有非常大的努力的空间 全国的商友 我们目前预计要补助到 1300到1500人 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跟社福边缘户的商友 我们初步估计的总经费 是需要4000万台币 所以现在还有一大段距离 需要努力 中间的椅子都不需要那么多 这边没有关系 中间的椅子不要那么多 现场的朋友 多数是在两年前受贿的商友 成熟时看到他们 更加坚信自己的毅力 我们从花莲县政府出发以后 一路往北 经过宜兰 基隆 台北 新北 这样子再回到屏东 台东 然后再回到花莲市 做一个结束 我想滚动台湾的目的 有几个 就是一个当然我们希望能够 藉由这个活动能够让现在受伤之后 还走不出受伤阴霾的这些商友们 能够重新的正向思考 让他们愿意再走出家门 我想我要邀请这次陪同我们滚动的 花莲脊椎损伤血分的理事长彭一珠 彭一珠理事长 从11月11号到11月17号 从花莲滚动到新竹 我想在这边各位的商友都知道 彭一珠理事长的辛苦 因为我的痛的感觉还有 所以我在马路上踮的时候 真的屁股就受不了了 所以还好这一阵 这几天天气也比较好 而且这边的风景也比较好 所以就没有那么痛 可能在北部的时候又下雨 而且路面真的不好 所以我就非常痛 到第七天我真的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们跟微服务申请了 这个全部计划就到期了 今天彭一珠特别要来介绍一位老朋友给我们 我们现在到我们另外一位会员 王沐贤家里 他也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 那个在游泳跳水的时候受伤 颈椎受伤 但是他一直就在家里都没有出来 一直到那已经有十几年了 一直到去年 我们有轮险起这个专案的时候 他申请了电动轮椅 然后他就改变他的世界了 他就可以出来了 但是他现在非常的上进 因为去年就友善餐厅的一个活动 他需要那个访试员 虽然现在是没有待遇 但是他也很愿意 说为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现在才睡起来 早就起来了 早就起来了 进来就出 你真的不要 看后面没用的 拜拜 好 走吧 两年前受惠的王沐贤 得到人生第二次机会 他发现踏出去有了希望 有了梦想 他要为轮椅族做些事 我现在要去附近的一家餐厅 然后要去访茶 最阻碍的应该就是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门槛 因为会让我们轮椅进不去 再来就是他里面的走道空间 跟厕所的问题 这三个比较 我们会比较注重 比较注意 而且如果有门槛的话 我们会请他们搭一个斜坡 然后厕所的话 也会建议使用无障碍空间 走道的话 尽量建议他们 至少一台轮椅可以经过就好了 他们都很乐意帮我们生上朋友 你看他的走道 差不多这个一个轮椅的位置 他这个算空间算有点小 不过我们是可以出入自由的 而且桌椅 桌子跟桌子的中间 都有留很大的空气 所以我们这个是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的 王沐贤对多年来不变的专业经验 变为自己的工作 他诚恳的态度与分析 常常打动店家点头说好 意愿为行动不便的朋友改善空间 王沐贤迅速地把好消息 分享到友善餐厅 让更多行动不便的朋友 在无障碍舒适的环境下用餐 很多身上朋友几乎都知道这个讯息 他们都会到哪一个地方 就会搜寻 看哪一间餐厅 刚好他们要去的附近 有哪几间友善餐厅 一台电动轮椅 可以让商者和家庭走出困境 成熟时与彭怡珠的付出 鼓励了商友们 他们轻虚地强调 自己只是一个螺丝钉 为的是唤起大家的爱心 大家都是从需要被帮助的人 变成可以帮助别人的人 他们的努力 希望让几岁商友走出家门 勇敢地站起来 重获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